Ivy 开拍前都在干什么 开拍了 等一下 Wait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静景 Hello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那么记得之前做过一期日本微世纪的入门 大家都很喜欢 而且没想到到现在都是我整个频道最受欢迎的节目 我作为一个葡萄酒博主 我真的是想哭 心酸 大家有空去翻一番学一学葡萄酒知识好吗 也很有趣的好吗 那之前那期讲了日本微世纪的历史跟酿造 那么这期呢我就不多说 如果你是新来的酒鬼的话 我建议你先到上一期日本微世纪入门去看一看 再回到这期报道 这一期呢是日本微世纪的进阶版 这期我会推荐两款日威爱好者 避入了两款同样来自三德利酒厂的 上期十二年跟白州十二年上酒 三连谢谢 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两款同样来自三德利品牌的有什么不同和有什么特别之处 以及呢最后我们会做一个纯影测评 看看哪一款才是日威进阶的首选 在弹幕上打上你的看法或者是你的猜测 山崎的扣一白州的扣二看看哪一款是大家的心目中的首选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大名鼎鼎的山崎山崎 在1923年鸟井姓智郎在京都的西南的山崎 建造了日本第一个威士进量酒厂山崎山崎山崎 那为什么选山崎这个地方呢 第一地理位置优越 山崎这个地方呢有非常蜿蜒的山丘跟潮湿的气候 有三条河流汇集在山崎这个地方 分别是贵川与之川跟木金川 那因为三条河流的水温不同 再加上特殊的地形它每天早上都有非常多的雾气 这跟苏格兰那边的天气气候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非常适合威士忌的酿造 那第二呢就是水质基高 山崎这个地方一直以来就是以水质高闻名 而且尿造山崎威士忌的水都来自于高山水 这是其他地方复制不了的天然条件 第三呢就是不同桶的使用 像我们今天要品尝的这个山崎十二年 它是集合了三种不同的木桶 其中最最特别的就是日本的水柚桶 而且呢水柚桶它非常的珍贵跟稀有 就造就了山崎独特的风味 再来讲讲白州蒸流所 虽然呢它不像山崎那么有名 但是我觉得白州的威士忌 是我喝到过所有日本威士忌里面最特别的一款 它的独特在于第一地理位置 白州蒸流场它位于白州山梨县 酒厂呢被茂密的森林包围 因此人们称为森林里面的蒸流所 那海拔大约是700米左右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蒸流场之一 第二就是水质 诶我怎么发现山崎跟白州水质都骑好 这难道就是造就好的威士忌的必备条件吗 白州酒厂它所用的水是来自阿尔比斯的雪山溶水 是非常适合威士忌样造的软水 那么什么叫做软水呢 我们平时拿热水壶去煮水的时候 久而久之日水壶外面就有一层污垢 那个呢叫做硬水 那软水它喝起来非常清澈顺滑又很香甜 所以呢就造就了白州清澈清甜的味道 那第三白州蒸流所有日本最大的胡适蒸流器 而且呢 它们有20个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胡适蒸流器 这让圆九的复杂度又升了一几 终于到了我们的测评环境 虽然你们知道我开拍前都干了什么 那我们先来测评一下山崎12年 那在这里我要重申一下12年这个概念 就是这瓶威士忌里面的圆九最低的年份是12年 但是呢它可能会混有15 16 17 18 19 20 100年我开玩笑 我们给山崎试一试 你搓在手上呢可以闻到一股橙香的味道 我觉得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水油桶 非常的特别 我们来闻一下这山崎12年的味道 首先呢果香非常的重 我闻到了一股烤菠萝 蚝子是白桃 然后各种的柑橘水果类 比如说橘子皮啊橙子皮 还有点柚子皮 柠檬皮 就各种柑橘水果类的皮 而且还有一股非常重的花香 是那种金银花跟菊花的味道 后面呢是带有点太妃糖跟奶油的味道 它闻起来是非常甜的 但是尝起来甜不甜呢 你等会就知道 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果香爆发的一款威士忌 有点柑橘水果的味道 哎话说有人好奇 那白粥跟香奇有点不同呢 就是白粥是用泥梅烘干的大麦作为原料 喜欢泥梅味威士忌的朋友 可以选择白粥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失望 我们来试一下白粥12年 它不像香奇果味那么重 其实我没有闻到太多的果味 我闻到呢 我闻到呢是一股下雨后的青草地 竹叶的味道 就是一股森林泉水 非常纯净的矿物之味 还有松果 就是松鼠特爱吃的那一个 我们来尝一尝味道 刚刚闻烟熏味不是很重 但是我咽下去呼吸出来 我现在全部都是烟熏味 然后一点生姜的辣 但是没有山崎的那么辣 它的回甜呢不像山崎那么甜 它是甘甜 麦芽的味道很重 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后味 非常的清澈干净舒服 好了品都品完了 那我要给它做一个点评 我只能说山崎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味道 它有很多的果香 果香爆发 而且那股特殊橙香的味道 真的是非常特别 在所有的威士忌中都是佼佼着 我呢会给山崎这一款8到9分 但是说实话 我自己的口味我会更偏向于白粥 它带来的给我是很多果味 跟橡木味以外的体验 就是那股纯净森林的味道 你在很多威士忌上是找不到这个感觉的 所以呢进阶威士忌 我会给大家推荐白粥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 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 当然了 天爱白粥是我个人的口味 欢迎大家在弹幕或留言区留言你的想法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山崎 为什么会喜欢白粥呢 在弹幕跟留言告诉我吧 要是这期节目点赞过1000 那我就给大家买山崎18年来做个对比 我说到做到 点赞1000 所以赶紧转发给你的朋友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艾比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阿姨